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焦点视频 逆龙之源机的时间 闫光幕见到逆龙师傅 Hello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师傅 今集我们不是讲八字 我们是讲姓名学 卖广告无分种类 大家在影片资讯栏看到有一个连结 按进去就是好东西 因为是逆龙师傅八字命理初班的线上课程 如果你也想把握机会 在年底的时间 学到一些新的知识去迎接下一年的时候 机会来了 飞云 立刻按进去这个连结 就可以和师傅 可以用一个限时优惠的价钱 学到八字命理的知识 今集大家都在白板看到了 黎耀祥三个字 那就是用姓名学去讲 师傅 是啊 突然间很想讲一下 这个是时帝 时帝 我们都有 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 是2022年的9月 9月头 好像暂时都有一段时间 没有见他 好像听闻他去了大陆挖金 是啊 这个名字 我们称为有异地贵人数 要去外地赚钱才赚到大钱 难怪他不愿意回来住 是啊 肯定不愿意回来 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 我们有很多数字 其实一个名字 有先天数 又有后天数 是 根本是很复杂的 是 千万不要打算买本书 几十元就学会自己改名 是 是 当日我的表哥就是这样 生个孙子买本书去改名 说买了本书 不知道 在大陆我还是 好像百元鸡买本书去改名 哇 这些是 武林秘笈的朋友 八元 是啊 所以千万不要 是 就是 名字呢 其实很有影响力 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自己研究 姓名学都很多年了 当初也是 大家有收看我的节目都知道 看到那些 日本姓名学出现街的 初初以为是真的 是 原来很多东西 自己都发觉 有些伤缺 是 所以四为访沉名师 也很幸运 让我找到一些名师 学会 现在叫姓名学 是我的 拿手小菜 拿手小菜 是 没错 说一下黎耀祥 黎耀祥在先天掃的五行 我们是叫做全土掃 土 在五行上代表不动 代表固定 甚至乎固执 或者不懂得变通 或者很慢 大家会不会想到 吴迷耀祥 都好像有这条数存在呢 因为好像他都做了很多年了 做戏 他自己都说了 他说他的成名作是跟郭蕭雄 你想想跟郭蕭雄 他都已经做了很久才有跟郭蕭雄这部戏 这部戏而已 是的 所以这个属于一个慢的数 慢热数 慢热数 如果在八字里 一个八字讨好多的话 我们有一个说法 叫三辞之命 结婚辞 发达辞 生仔事 辞 叫三辞之命 在圣明学那里 其实我也可以套到黎耀祥先生 是吧 都属于发达词 不过幸好 他真的走对方向 他懂得走异地贵人数 所以这个是 太高兴了 看到这个名字可以 有得发挥 如果不是走异地贵人的话 永远留在香港的 永远都是这样 即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 是的 好 另一点 就是这个名字 我们看到 除了先天的五行影响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 叫做后天的五行影响 那后天五行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数字 笔或加上 大家应该有涉猎过 好了 譬如他是35 原来这个35 这个位置 就代表黎耀祥先生 本人的思想方面的想法 原来他本身 除了先天的讨论很多之外 他35是属于一个很踏实的人 很顾家的人 家庭就是他唯一的支柱 即是说他很努力赚钱 他不是为自己 不是为名誉 不是为了风头 他是为了家庭付出一切 这就是35的特点 而35的特点 还有一个好处 是什么呢 就是懂得平衡 在各方面的利害的关系 变成了来说 就是不会做得太过分 所有事情都 而35 亦都是我们 有种叫做化气 化气 而来说 他就会是一个 较为有活力 有动力的声像 我们是这样形容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李嘉诚先生 其实总数的名字 都是35 所以他较为各方面都平衡得到 以及较为有活力 好 还有一件事 35 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对金钱 是会较为注重 着重一点 即是要有钱 才个人有安全感 即是 原来 如果你 如果你的名字 即是今天的观众看到 你的名字 有35 这个数字在 你看看自己是否这样 第一是家庭 第二是 钱的安全感 有这两件事 你就很开心 很满足 即是名誉 地位 各样东西 那些 令计 所以这个 是代表了一个 叫做平衡的情绪状态 那么很多时候 逢是有这个数字 都会有少少少应使得使 应使得使 应使得使是什么意思 即是不会乱缝钱 不会乱缝钱 即是 发作达除外 都不会 李嘉诚先生都不会乱缝钱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 是一个 叫做 一步步去成功的一个名字 好 大师傅 我想请教一下 即是 刚才你说 他在异地 发达 然后又知道 他的特性 是 那有没有说 在名字 都可以看到 他可能做什么 会比较对他有利 或者有什么帮助 有的 有的 其实 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 和六有关的数 我们看看 如果这个 在某些派别来说 会加一个一字 那就变成十六 大家见不见到 有些数特别多了 是不是六特别多 是 原来六这个数 又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 他去思考事情的时候 他会注重团体的利益 就是他很帮朋友 很帮人 很有意气 好 还有来说 所谓注重团体的利益 就是说 他会放弃自己的 立场 去想别人 先 用别人的方法去想 那 如果说做戏 我们要做戏做得好 首先要放弃自己原有的性格 要全部投入了角色的性格 对 是吧 而他这个 这么多六的一个名字 就完全投入到角色的性格 是 放弃自己的性格的立场 是 所以 这个做戏 便会越做越擅长 是 不过 因为全部讨数 所以 成名便来得慢 三次 我们叫做三次之命 哦 还有 有一点 他三十一 这个呢 三十一 我们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做事呢 嗯 他不会骂夫 他会学一样东西 或者做一样东西 他会研究得很深入 他会一步步去研究去转研去学 去学到好位置 嗯 即是不会说我学会两招 就走出来 就是扮认识得十招 那样的 他是 按步就班的 做事 所以变成了 他整体来说 好似由同行星开始 记得没错的话 一路去到四十多 是吧 才发迹 所以就配合这个名字 所以我今天突然看到 黎耀祥先生的名字 觉得很特别 很配合这一样东西 这样 所以我就拿出来说一下 是 嗯 OK 那我觉得 就是一个小小的资讯给大家 就是 都是说那句 始终踏入年尾 如果大家都发觉 年尾 好像你回顾回这一年 好像都是觉得 不太顺利的时候 肯定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问题 是吧 那如果大家想纠正他的话 那不妨呢 可以联络易龙师傅 无论在姓名 八字 风水 上面 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法 师傅可以给你 好吗 好的 多谢你 下一集就请教育龙师傅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